星期五有鬼 作者 七奇 颇奖 神秘 来人听书 荣誉出品 第九十六集 黎玲眼睛突然一亮 急忙说 不好 有人给张亚召唤 快 先让他收到黄服中 我急忙去掏黄服 张亚却被阴风带着飘了起来 在空中旋转着朝着城市东面而去 黎玲急忙朝着张亚甩出一道黄服 黄服及时而去 这是张亚 黎玲掉头就跑 对我喊 来不及了 上车 跟着黄服走 我和黎玲的配合已经相当的默契了 当我跑到车上 黎玲已经是发动的车子 一秒都在弹路的 车子朝着空中的黄服追距 我可是疑惑 是谁在替张亚召唤 难道是乔三 想想觉着不太可能 他已经把张亚害死了 掩盖还来不及 难道还要会替张亚召唤 可不是乔三又是谁呢 答案很快就有了 跟着黄服临车开到了一个高档的别墅区 到了这儿 保安似乎不让我俩进去啊 没办法把车子停外吧 找了个地方翻墙进去 跟着黄服到了一栋三层的别墅 欧式的小别墅 很是气派 门口有花圈 代表家里有丧事 此时已经过了十二点 整个小区很是安静 只有别墅里边投射出来的光芒 我也松了口气 别墅应该就是张亚父亲张志欣的家 也来不及多想 生怕出什么意外啊 我和李玲硬闯进去了 进了别墅 就进正厅当中摆着祭台 香火不断 前面放着一口棺材 棺材前面 导演张志欣正在烧纸 旁边竟然是 是穿戴着黄色道袍的大橙子 啊 比比话话的念诵着招魂的咒语 一边脚踏鱼步 大橙子身边坐着一个干枯老头 骚眉大眼的 眼见我俩进来 猛抬头 眼中露出金光 张志欣见我和李玲啊 惊呼着问 你们是什么人 张亚的阴魂被大橙子手中的红线绑住了 挣扎不开 我急忙一个进步蹿上去 对张志欣道 张导 他们在烧张亚的魂魄 你知不知道 我动得太快了 朝着大橙子就抓 张志欣愕然 就这么个弹口 那老头突然站起来 对我使了个手绝 一声极极如律令 我就感觉身躯猛然一定 竟然被定在原地不能动弹 身上更能感觉到有千斤压顶 骨头都咯咯地开始作响了 偏偏动弹不得 那老头冷哼了一声 你又是什么人 为什么老跟大橙子过不去 能让人种树后还有这个效果的 只有毛山的千斤炸 老头肯定是毛山的师傅 怪不着大橙子比以前有本事了 肯定是跟这老头学的 大橙子被我和李玲收拾得不轻 还把那家长找了来了 你 你是毛山的师傅 我被压得喘不上来气 背都弯了 那老头哼了一声 没等说话 李玲手中金刚鼠 朝老头就戳过去了 阴森地说 毛山叔就了不起吗 先收下你们俩 再收到收到 我去 李玲太不着调了 要先把我解开啊 你再跟那老头儿斗啊 我都这么个样子了 难受的不行了都 再说那老独子也太是野蛮了 起码要一言不合再动手吧 还没说话呢 突然偷袭 如此为老不尊的老独子 怪不得会教大橙子倒数呢 要说大橙子啊 你他妈的真是个气派 眼前站着上风了 做法做到一半 竟然不继续坐下去了 而是牵着手中的红绳子 朝我走过来两步 激动的脸色 都有些潮红的 快看那张 肉嘟嘟的脸 跟他的绰号是越来越配合了 真像个大橙子 鸭对我喊 学浪 你后妈的又今天 让你跟我过吧去 让你找人打我 现在知道厉害了吧 你不是牛吗 再牛一个给我看看 什么是小人得知 大橙子就是啊 稍微占腿上风了 就激动成这个样子 他活着 得有多憋屈啊 哥们要是被这么个玩意儿 给吓唬住了 以后也就没脸活了 将撑着 散了口气对他说 去你妈的 坏出口 大橙子立刻就被激怒了 也不做法了 伸着胳膊就过来 看样子 是伸我大耳瓜子呀 可是人呢 什么时候都不能太得意 子乃千古 听之不破的真理 太得意了 往往就会倒霉 放在大橙子身上 那是再适合不过 李玲其实 在跟老独子斗法之际 就已经开始捏绝了 他不是不管我 而是怕老独子坏事 大橙子朝我走过来之际 正好李玲 捏绝完毕 朝着我后心一顶 解开了千斤炸的法术 而我被钉住的时候 身体正好轻轻 法术一解开 惯性之下 往前顶了过去 正好顶在脉部大橙子胸口上 顿时被我顶一根头 啪的摔棺材上了 我们有点闹腾的不太像话了 张志欣是主人 还没等明白怎么回事 测起来俩人 然后就跟他请来的师父 逗在一起了 就是他家的别墅大点 可百灵堂棺材 挤了五个人不说 还打起来了 顿时就是一片狼藉 他现在也缓个神来了 不然大怒 高声喊 住手 正到的关键时刻 李林和那老独子你来我往 动作虽然不激烈 两人身边的风潮 那却是鼓动激荡 显然斗得很是辛苦 我把大橙子顶在棺材上 正是通达罗水狗的机会 也不可能就此收手 何况张牙的阴身 还被他绑着呢 只能是先收拾了他 上前一脚踹大橙子身上了 赵牙脑袋就是一拳 打了一个半昏迷 从他手上解开了红绳 我不知道大橙子用是哪一种招魂术 只能是先将这张牙的阴身 抢到手里再说 可没想到啊 大橙子道法不咋地 打这个神劲的功夫 那却是着实了得 我解了解竟然是没解开 身上也没什么很利刃 着急之下 使劲往下拽啊 这一拽 把这个半昏迷大橙子 竟然拽醒了 眼前我拽他手头上那个线 猛的就是一脚 我正着急呢 没料到他醒得这么快 顿时被他踹出去了 我红线抓得紧 疯的一声竟然是顿了 张牙阴身争夺了束缚 朝我飘过来 我急忙逃出皇府 小心把这张牙收到皇府里再说 只要收了张牙的阴身 其他的事情 不管是斗法还是什么 起码能够放开手脚 成功只在一瞬间 失败也在一瞬间 眼近日张牙就飘在我身边了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从别墅的二楼 跳下只白色的波子猫来 纯白色的波子猫 顾目上是听到的动静 出来看热闹 说来也是寸了 雷玲和老犊子斗法斗得厉害 也不知道是谁的一套皇府 朝波子猫就去了 吓得波子猫一跳 要是人呢 也就是形容词 吓一跳 波子猫是真跳 无奈的是 这一跳竟然是跳到了棺材里 张牙的尸体上 已经到了我面前的张牙 阴身被一股怪力拉扯住 猛然向后一退 缩进了棺材里 从古至今 丧葬都不能让这个牲畜接近 全部是关在该关注的地方 防止动物从尸体身边经过时 让尸体借了气而诈尸 尤其是猫 传得最邪乎 传说猫有九条命 在死人旁边经过的时候 会被死人吸走一条 死人就会诈尸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哈尔滨的猫连老太 还有一种科学的说法 猫能经尸 其实是生物电 互相作用产生的 人死后其实还是有生物电 就是残留在大脑的脑电波 而人的神经是靠生物电流 产生反应 要是动物从死去人身上 跳过去 就会被动物身上的生物电 给刺激 有时候会产生静电 就会诈尸 其实这两种说法都对 更是屈一不可 猫是灵物 本身煞气很重 在西方 更是了不得的玩意儿 什么名符守门之类的 很玄武 其实说白了 就是猫冲开了死人的火窍 也不是所有的死人 猫跳过去都能诈尸 那得死人的阴身所在不远 产生静电 就产生了犀利 重新进入了身体 但不是怀魂 毕竟猫身上的煞气很重 冲撞影响之下 重回身体的阴身 本身就带着猫身上的煞气 洗刷灵质 也就成了大型之物 张牙的阴身被拉扯进棺材 我就感觉到一股子怨煞气息 从棺材里膨胀起来 猛的蹦裂开来 随着波斯猫的一声惨叫 屋子里的温度瞬间变得阴森冰寒 波斯猫倒是惊得顺门跑出去了 一种负面的情绪 却随即扩展开来 我心里莫名的就感觉到窒息 愤怒 不安 我顾不得再跟大橙子动手 急忙大喊的一声 都别打了 猫警尸了 在场的除了张志欣 都懂猫警尸的后果 听到我喊都停下来了 朝着棺材看过去 我一个进步就窜到棺材方面 他做张黄服 伸手就朝张牙印囊上拍 小心镇住张牙的阴身 动作刚做的一半 张志欣突然一把拽住胳膊 立声道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闯进我家 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我去 关键时刻竟然被张志欣给拽住了 我冷汗都急下来了 不是别的 就怕张牙被猫杀 给影响成了混沌不明的恶鬼 要是再害人 那可就是真的糟糕了 但要解释起来一两句 那也解释不清 我急得脑门子都冒汗了 急忙说 张导 这件事情咱们待会儿再说 先封住张牙的阴身 别让猫杀冲撞了 张志欣当然不干 拿着电话就要报警 私私拽着我 黎玲见我脱不开身 一把推开毛山师傅 朝他吼 你招魂 还让猫窜出来 你不知道会害死人吗 你到处都学到狗身上去了吗 毛山师傅被他吼得阴了 难难道 我让他们把猫狗都看管好了 谁知道咱们就跑出来了 大成子和毛山师傅再不懂事 也知道事态严重 都没再动手 反而都朝关再靠过去 黎玲上前 一把推开我和张志欣 闹 你们俩一边道去 别带我正事 说吧 掏出一张黄符 念诵咒语 黎玲太横了 横得张志欣都愣了愣 横得大成子和毛山师傅 一时间竟然只没有反应过来 我趁这个空 急忙把张志欣拉到一边解释 张导 我冬天到法 你女儿啊 是被人害死的 我们找到你女儿的阴身 是希望能够帮着他 找出幕后的凶手 可没等女儿呢 说出证据在哪 就被那招魂回了家 我们不得不跟过来 话里都有真有假 漏洞也很多 可一时半会儿 要把从狱锦犯八爷说起 一是没那个时间 再一个张志欣也不会信呢 只能是折中一下 先取得对方的信任再说 也算是善意的谎言吧 要是别人 我的话可能不信 张志欣不一样 他是导演 演艺圈 最是相信这些了 就和那些个明星们 拜大师 讲小鬼 开拍电影之前 都得到庙里上香 搞个开机一试 就知道娱乐圈 跟灵异圈很近 他要是不信 也就不会找大成子 和毛山师傅 来给女儿做法 却不知道 被这俩户给忽悠了 以为是在超度呢 张志欣肯定是被忽悠的 毕竟招魂这种专业性的 比较强的技术 他不会太懂 大成子和毛山师傅 肯定是借着超度的由头 想召回张亚的阴身 好在范八爷那儿 有个交代 可两货 那是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也真是够招人恨的 张志欣毕竟尖多识广 感觉到别墅里头的 气氛不对了 对我的话 相信了一半一半 眼眶一下红了 拽着我就问 毛警师是怎么回事 小亚他不会有事吧 张志欣说到这儿 我也来气了 忍不住埋怨 大成子跟你说过 看好家里的猫狗 怎么还能让猫出来 那是我爱人养的波斯猫 他没孩子啊 宠惯了些 哎呀 我分不过他 肯定是他睡着了 猫自个儿跑出来的 事到如今再说什么 也都晚了 我只能是安慰张志欣会处理好这件事情 可随着黎玲的咒语声 屋子里的煞气变得是越来越重 这种煞气还不同于一般的煞气 而是带着狂野烦躁的气息 此时取得了张志欣的信任 我急忙是朝棺材走去 就见黎玲 大成子 毛山师父 那面色都是很凝重 棺材里的脑门 是贴着这个 黄浮的张牙 脸上开始变化了 黑刃 白刃的 黎玲的咒语 竟然有些压制不住 他体内流窜的猫煞之气 怨煞气息是越来越重 似乎就要爆裂开 毛山师父急忙从怀里掏出个令旗来 古色古香的 也开始念诵咒语 黎玲眼见我过来 一把拽过我 伸手摸我身上的范八爷那块 锁魂的那个牌子 我明白他的意思 急忙掏出来给他 黎玲 咒语始终是没停 太上太行 硬变无停 驱邪数妹 保命护身 智慧明镜 心晨安宁 森魂永久 破来苍青 当最后一个自念出口 手中的锁魂牌是翻到了阵子 刚要往脑门上摁 棺子里的张牙突然睁开双眼了 在双眼睁开的一瞬间 约煞气息就像是舌头弹一样爆炸了 猛的阴森之气冲开来 屋子里亮耳灯泡一瞬间全都爆炸 这股子阴差气息太浓烈了 使得每个人都忍不住倒退了一步 等他反应过来 耳听一声猫叫 张牙跟猫一样的在棺材里翻过身来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好莱坞里边那猫女没有啊 那动作简直是一模一样 不同的是张牙的眼睛真跟那波斯猫一样 一支是黄色的 一支是绿色的 别提多妖艺了 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 以前总觉得这是个屁话 现在是真心了 猫女的故事真不是瞎编的 那是有生活基础啊 我胡思乱想当中 黎玲已经反应过来 虽然她也被张牙诗变的煞气惊了一下 这还是我们这几个人当中最先反应过来的 手中的锁魂牌只是顿了一下 依旧照着张牙脑门印了过去 星期五有鬼有生小说 由懒人听书出品 神秘播讲 您可以加入我的听友群 2093-48279 还可以关注神秘库克的新浪卑博